早年我在美国 80年代的时候 在旧金山讲解 是一位干老太太请我去讲的 这个老夫人 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 她护士我 照顾我很多年 我也非常感谢她 以后她移民到美国 我到美国就碰到她了 她告诉我一个故事 是她的朋友 也是一个老太太 儿子媳妇都在美国 都上班了 所以养了个孙子 这有了孙子呢 儿子就把母亲借到美国去了 去照顾孙子 去照顾孙子 坐家死 所以老太太也非常好 把这孙子带得差不多 三四岁了 这个做家务事情 每天烧这个两餐饭 中午他们都不在家吃饭 早晚 早晚 早晨吃了饭出去 晚上回来吃饭 这一天呢 家人都早晨都起来 没有看到老太太烧饭 打开老太太的房门 看到她的母亲 盘腿坐在床上 喊她也不答应 走近一看 她已经往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往上 早晨起来的时候 就才发现 她走了 这是念佛人 也就是一句佛号 细看呢 她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 都做好了 这句子实质啊 还有遗嘱 通通写好了 本身面前 在美国的时候 没有人给她做校服 她全部 她的后事 她自己办好了 赦敏这个老太太 你看平常 真人不录像啊 见人都笑呵呵的 都念阿弥陀佛 走得这么自在 不告诉她家人 所以念佛人 在世界过地 我们看到成就的 非常羡慕 非常赞叹 给我们做证明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人在这个世间一生 什么最真实 这是最真实 你生死自在 你没有一点痛苦啊 只有念佛人能做到 你看一般人 死自在都死在医院 只有念佛人 有这个本事 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自利利他了 自己往生 留下这个样子 给大众看 给念佛人看 念佛人看得懂 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 给一般人看到 念佛真不可思议 有这样做法 一般人不但没看到过 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此地建筑说 自然暗和道妙 念念历念 以凡复心入诸法实相 唯持明于念佛为罪义 这最容易 这跟我讲境界 关键在哪呢 关键在老实 这两个字太重要了 试出世界法 人只要老实 没有不成就的 不成就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不老实 他的妄念度 他的心思砸 妄念度 意念精神不能专注 所以说 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干什么都不能成功 真正要成就的话 秘诀 是老实 专注 无上甚深深微妙法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没人知道 你给人家讲的不相信 哪有那么容易的 不相信 我们早年 看到经教上 古来祖师大带 这样劝到人 我们也是看过 读过就算了 没有把它当真 随着年岁大了 看得多了 尤其看到这些信身说法 做出榜样 在给我们看 我们真的注意到了 才肯定 一点都不假